你看他给到你的这个建议 非常重要 如果可能让他尽量坐下来放松 或躺下来放松 不要给患者吃任何东西 包括药物 你看 哎呀我真的觉得啊 就是如果有条件把这个 XGPT这个 就是那应该是叫API吧 把他那个API呢 嵌入到一个这个APP里面来 然后呢 让每一个这种这个社区的家庭呢 都拥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款APP 然后呢 他能和对方对话 能和这个 真的能和XGPT去对话 然后呢 获得XGPT这些建议 我觉得是能够很大程度的帮助 每一个就是 并不是医疗专业的这个家庭 大家上午好啊 最近呢 看了一些个关于这个 XGPT的这个应用方面的视频 当然我也看了一些个 原刷相关的 但是呢 就是出于我一个 没有做过这个信息 信息系统的这个背景的人来说呢 我其实更感兴趣的是应用这一块 然后呢 最近建了几个这个 YouTube上比较有名的主播 去做相关的内容 我不提对方的名字 然后呢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 给我的启发非常大 他呢 是讲了一个 就是用这个XGPT呢 来帮助咱们做代码 然后去爬取一些个 这个做这个Python的代码 去爬取一些个网站上的信息 然后呢 我就很受启发 因为实际上呢 我是一直以来做医疗相关的这个行业的嘛 然后呢 很长一段时间呢 我就觉得 XGPT其实是可以用于医疗上的一些建议相关的事情的 虽然他在讲 我的建议不能作为这个临床的这个指导依据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我看到的XGPT 关于这个病例相关的分析 还有一些个临床的意见 其实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甚至要比很多的普通的这个新毕业的大学生 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干了十多年的医生 还要专业 因为毕竟他有一块很大的程度 一块就是他的知识体系是比较全面的 就像之前看到的那个 讲这个应用相关的这个 那个王老师讲的 那个就是天津师万大学那个王老师 王教授讲 他在讲嘛 就是说XGPT很多人觉得无所谓 但是呢 XGPT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他是补足了咱们每一个人知识上的一个不足和欠缺 他让你的知识体系更更完备了 是这样的 而我们知道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人们这个在做这个医疗上的内容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知识体系欠缺的 我做神经科的 我就不太了解 可能不太了解呼吸科 心内科 我做呼吸科的就不太了解神经科 或者我不太了解外科的情况 总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因为人的这个人脑是有限的 而XGPT的出现呢 实际上给了我们一种可能 也就是说呢 让我们的知识体更加完备了 让我们更加全面的去解决问题了 而不是原来很片面的 容易出现漏诊漏诊的情况 XGPT不是他更全面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能看到啊 我现在的屏幕上 实际是之前我做的一个 关于这个 就是XGPT和医疗相关的一些提问 然后呢 我大概的一个这个 情境的构思是给他这么构思的 我说呢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社区的医疗救助平台 然后让社区机器人可以自动的回复 求助他们的这个医疗需求 然后呢 比如一个居民输入了 就是我父亲胸痛 那你呢 就是就来去这个回答他 那就是说胸痛以后呢 包括我这个求助者呢 打急救电话的时候 他需要跟这个调度中心的人 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描述他的病情 然后急救人员到场之前 哎 家人对于这个病人怎么去施救 然后我们看到啊 哎 他当然他他强调了一下 他他不是这个专业的 他不能给出专业的建议 然后呢 这里 他提出了几个步骤 第一呢 不打急救电话 咱们先先见一个来看吧 呃 不行 不行 就就看这个吧 他说了 先不打急救电话 然后在中国你可以不打120 然后呢 在美国你可以打911 确保你所在的地区的那个电话 你去拨通 然后拨通以后呢 要跟对方去描述具体的病情 就是说呢 包括几 以下几块 年龄性别 胸痛开始的时间 胸痛的性质 是刺痛啊 还是有压迫感啊 还是说这个疼痛的时候有烧灼感 这个需要跟那个病人本人去沟通完了以后 去给到对方 给到急救中心的人 然后呢 胸痛是否扩散到其他地方了 比如说扩散到胳膊 呃 左侧的胳膊 或者颈部 或者下巴 或者有没有牙痛 他都有血 然后呢 患者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比如出汗 恶心 呼吁困难 晕厥等等 然后呢 另外一个你知道的 你就是这个求救的人 你现在已经知道的病人的心 是不是有心脏病 或其他相关的疾病 需要告诉急救中心的人 这个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你在这个了解这块以后呢 你再给这个 120打电话 或者911打电话 或者国内有1209999 对吧 你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该跟对方一次性的去说哪些个比较重点的事情 而不是让对方像挤牙膏一样去挤你 大家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然后呢 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 啊 如果可能让患者坐下来尽可能放松 如果有这个消灯干油 呃 并且被医生指示在胸痛时使用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根据就具体他以前的遗嘱的情况给他用一些 这是 哎 他给的大概的这么一个步骤 我觉得哎 写的蛮好啊 真的就是你让一个这个国内的医生很多 比如说朋友出现相关情况打电话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能指导到这种程度 再看啊 第二个患者哎 患者家属给你输入了 我父亲晕倒了 然后呢 我把脸凑进他鼻子的时候 发现哎 似乎没有呼吸了 这个时候 他的判断是哎 这种情况可能是心脏骤停 也就是所谓的俗称猝死 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他列出了几个 比如不打肌肉电话 跟他一样 然后呢 就要开始CPR 你的心肺复苏 那你现在开始 如果患者没有呼吸 你应该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他大致列了一个心肺复苏的流程 也就是说呢 哎 将患者平躺在硬平面上 那个地面或桌子 对吧 如果你没有硬平面 你说在床上怎么办 你需要在这个病人的后背和床之间 要加一个硬的一个东西 你像那个在医院里 有时候是在病床上去做抢救的 那就需要在病人身底下 垫一个抢救板 是这样的 然后呢 双手交叉 然后呢 对准病人胸骨的中央的位置 然后就是他也讲了 用你的体重去按压 也就是说不是你这个胳膊 这讲得非常准确啊 不是你胳膊来回去按 而是胳膊挺直了以后 用你的体重去按压 这我觉得啊 就是差GPT要比真的要比很多医生要强很多了 然后呢 深度达到什么胸骨的三分之一 然后呢 每分钟的频率100到120次 如果你受过培训 可以进行口对口的这个人工呼吸 如果没有 你只做胸外按压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咱知道啊 胸外心脏按压的时候 你按压的过程中呢 他胸阔是说是这个被压缩的 压缩以后呢 你在抬手的时候 胸阔会会这个扩张 扩张的时候呢 你相当于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负压 你在一松手的时候 这个气体就被吸进来了 就像咱们正常呼吸的时候的那种作用一样 有机会咱们再讲呼吸的事 所以呢 实际他讲 就是你单纯这样做 也是造成了一部分那个气体的进入 对别人气道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哎 这是他说的 最后他又讲了一块 就是使用这AED相关的这个事情 如果现场有AED 那应该尽快使用 然后这AED呢 通常会有语音指导 你根据语音指导去操作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我觉得 他在这个心脏骤停这一块呢 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 然后再看啊 嗯 这个我让他再再讲细致点 无所谓了 这个不重要 然后做APP 这也不重要 嗯 我中间是想过一个事情 这一会再跟大家说啊 呃 咱们现在啊 哎 这样 这样 再给你一个患者啊 这个患者呢 打电话 这个家人打电话 说这个居民的这个父亲啊 突然间右侧的胳膊和腿不会动了 并且也不会说话了 然后 该让他怎么做 他就说了 哎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中风 哎 他还翻译的 还挺挺这个中国话的这个 这个翻译方式 实际上就是这个脑球瓦病嘛 然后这是一种紧急情况 需要立即抢救 需要立即行动呢 他说第一 不打机油电话 这个他非常好 他每一个都注意了 就是不打机油电话 这个事情 就是你很多人啊 其实 医生的时候 在紧张的紧急的情况下 也不一定能告诉你 告诉的非常明确 描述情况 就是 你看啊 他说的这个信息啊 我给你解释 他为什么说的好啊 他说患者的年龄性别 症状开始的时间 很重要这块 因为啊 经过我以前视频的这个朋友 应该知道啊 在一个病人出现脑球瓦病的时候 如果他是脑梗塞 那是要考量 是不是要给他做绒栓的 那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脑梗塞的情况下 他的发病时间和绒栓是有关系的 一般我们讲 发病开始四到六个小时以内 最好是在三个小时以内 这样绒栓的这个风险是相对小的 获得的这个 给病人的这个肢体上啊 生活这个育后上的一些回报是更多的 所以呢 这一块他会告诉你 哎 你要告诉对方症状发生的时间 这样的话 急救中心的这个调度人员 就会发现哎 这有可能是这个脑梗塞 有可能是脑出血 但是你不排除的情况下 有可能脑梗塞啊 那就得赶紧派车 尽快的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里 能及时的这个 有绒栓条件的 有介入的条件的 这种医院去 就是你能帮助对方 就是你能帮助对方得到更准确的这个信息 好吧 再下来患者右侧胳膊 腿不能动了 告诉对方 患者不能说话了 哎 可典型的一个症状了 就是右侧之内 如果这个病人恰小是右利手 也就是说右撇子 咱们说的这个右撇子 不是左撇子 那右利手右撇子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 它是左侧的大脑半球 是优势半球 然后呢 你优势半球出现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语言的障碍 这是挺那个什么的 然后不能说话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比如面部歪斜 视力模糊头痛 另外呢 哎 患者是否有已知的心脏病 或其他重要健康问题 为什么在这 他又要提心脏病的问题 您头的问题提心脏病干什么 很重要一块 就是如果这个病人 有曾经有过防颤 或者有过这个半膜病 比如二间半的半膜病 这个时候 他有可能会掉下来酸子 会出现脑酸塞 这又是一个信号 你看啊 咱们刚才说的时间 这是影响了他这个 呃 派车的那个时间 你的症状影响了一个判断 然后呢 你的病史有没有心脏 有没有心脏的问题 也影响对方知道 哎 是不是我原来有防颤 是不是有这个酸子脱落的情况 这都是帮助这个 调度中心的人 去了解你的病情 很重要这块 再下来 你看 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 你需要让他 放松下来 看他后边说这句话 不要给患者吃 或者喝任何东西 如果他有推厌困难 有可能会导致窒息 哎呀 这太重要了 因为我原来做神经内科的医生啊 经常会遇到一个很 很苦恼的现象 就是哎 病人来之前 家属呢 给他嘴里面塞了很多的 这个我不提是什么药啊 提完以后 有可能对方找麻烦 就是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 所谓的神药 呃 在国内的朋友 一一一听我说这个 就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然后呢 你说他吃不下去怎么办呢 就拿水给他化开 给他往嘴里抢灌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病人 来了以后 哎 溶栓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 救命 他已经这个 由于大量的这个 这种这个药物 给灌到气道里 然后导致他窒息 导致低氧血症 导致这个呼吸衰竭 这个时候 他第一时间需要干什么 需要插管上呼吸机了 需要清除这个口腔的异物 需要清除气道的异物 需要做做这些东西 需要做这个 甚至有可能需要做这个 签直径去把这个 这个异物 想办法给吸出来 取出来 做这些事情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 你看他 给到你的这个建议 非常重要 如果可能让他尽量坐下来放松 和躺下来放松 不要给患者吃任何东西 包括药物 你看 哎呀 我真的觉得啊 就是如果有条件 把这个 XGPT 这个 呃 就是那应该是叫API吧 把他那个API呢 呃 嵌入到一个这个APP里边来 然后呢 让每一个这种 这个社区的家庭呢 都拥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款APP 然后呢 他能和对方对话 能和这个 真的能和XGPT去对话 然后呢 获得XGPT这些建议 我觉得是能够很大程度的帮助 每一个就是 并不是医疗专业的这个家庭 咱们再看下了 下一位患者啊 哎 他突然意识丧失了 然后我在他家里边发现 做甲热腺素片 你看他 给的可能 就是 可能是和甲热腺疾病 或者药物剂量不当有关系的 那你第一个 不打急救电话 第二一个描述病情 你看啊 患者年龄性别 哎 失去意识了 你在家里发现了这个药 你要跟对方说 然后患者呢 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你就心 心跳过快了 出汗过多 体重下降 哎 跟甲状腺的这个症状 相关的症状 对吧 是否有已知的甲热腺疾病 或其他健康问题 你看这描述的病情 然后再下来呢 哎 让病人平躺 或者头略微抬高 保持气道畅通 然后不要给他吃任何东西 哎 这是这样 那我现在接下来又问了一句 哎呀 我发现这患者 甲热腺素片的 药盒是空的 并且呢 在垃圾桶里边发现了 今天新购买这个药的 购买收据和处方 怎么办 哎 我又给他制造了一个新的一个情境 比如说呢 基于上面的一个情况 然后告诉他了 哎 我发现这些情况 那他给到的是什么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药物过量的情况 特别是呢 你怀疑患者 我没有怀疑啊 我只是告诉他我发现的情况 那实际是他在怀疑 怀疑患者可能一次性服用了大量的 做甲热腺素片 你看这是一个紧急情况 你该做什么 哎 然后这里特殊的就是在和急救中心的那个描述病情的时候 要告诉对方 你发现了空的药盒 还要发现了今天购买的收据 哎 这是这样的 那你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急救中心的人就迅速知道 哎呦 这个人是不是大量服药的这种情况 对吧 他该怎么处理 该找什么人来处理 是不是在急救车上带个洗胃机啊 对吧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如果有条件更好一些的 是不是要带CRRT 对吧 当然这种急救车很少很少的 当然 看到这些以后 你就知道哎 这个病人该注意什么 对吧 这样下你看啊 刚才那个心脏咒停的老人 我刚才我又补充问了一句 刚才心脏咒停是 哎 如果他家有AD 可是他又不会操作 怎么告诉他 你看他给了一系列的AD的这个操作流程 然后呢 你看 打开AD 然后根据这个语音指令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贴上电机片 他也告诉这电机片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病人裸露的胸部 然后一个电机片呢 在右胸部 一个电机片呢 靠近这个右肩 啊 就这个电机片是要靠近右肩的 然后呢 另一个电机片呢 是在左胸部 靠近左页下 大概是这两个位置 然后呢 让周围人离开 因为你要电机啊 你周围人 你把周围人给电了 怎么办 然后呢 来确保周围人 没有触摸患者的情况下 按下这个分析按钮 然后他会分析 这AD会分析他的心率 然后确定是否需要电机 需要电机的时候 先清场 让大家不要碰患者 然后开始电机 电机以后 还要继续做这个CPR 好吧 这个我觉得他就给的非常专业 非常准确了 哎 下来我再给他新的问题 你看啊 AD操作的时候 这个 操作和这个CPR的按压 还有口对口 人工呼吸 这三个操作怎么配合 现场如果一个人怎么办 俩人怎么办 三个人怎么办 对吧 你看啊 他说了 这配合步骤 开始 CPR开始做复苏 然后呢 复苏的过程中 需要这个 做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 当然他后 这个这没写这个比例啊 咱们说知道是这个 2比30吗 对吧 就是这个两次人工呼吸 30次这个这个胸外心脏按压 然后呢 启动AD 然后开始使用AD 使用完以后继续CPR 这就是一个人的情况 如果两个人呢 一个人进行CPR的操作 另一个人去操作这个设备 然后呢 需要这个 这个什么了 需要清场 你干清场清场 另外两个人需要交替的进行CPR的操作 避免一个人累了 他就做不好了这个动作 那三个人 你看他三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心肺复苏 一个人操作设备 然后第三个人呢 在需要时间 去和这个CPR的人去交替操作 另外一个有条件和这个AD的人也交替 因为避免这个三个人就更加好的去保存体力了 对吧 然后我说哎 你是不是加上一些开放气道的这个 这个操作 他把开放气道操作 给了 然后最后他给了一个完整版的建议 我说要更详细 他更详细 然后他包括前面确保安全 然后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就要做什么 开放气道怎么做 检查呼吸怎么检查 开始CPR怎么做 你看这就写了 进行三十次胸案按压 然后两次人工呼吸 然后呢 位置是在哪 而频率是多少 深度至少 哎 这个深度要比那三分之一的胸骨的这个深度 要更让人好接受了 你看啊 他给了两英寸 然后五公分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知道大概按压多少 你五公分 你是按压多少 你说这个胸骨三分之一的深度 哎呦 这五五五我怎么知道呀 对吧 就是我做专业的人员 我只是一个感觉 我知道按压多少 你要不专业人 他怎么知道按压多少 这就比较他能接受了 对吧 要使用AED 要等待专业救援 对吧 等待的过程中继续进行CPR和AED 对吧 如果现场有多个人怎么分配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吧 这是一个啊 我觉得这块的话呢 这是我现在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应用场景 也就是说呢 当咱们这个病人发病了 然后家人不知所措的过程中 他能够帮助这个家人 找到合适的方式去帮助这个患者 无论是和基督中心怎么去沟通 还是他在现场 他怎么去施加一些个人为的抢救 甚至呢 包括出现脑瘠管病的情况下 他需要注意别给病人 喂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 他都给了相应的提示 这个如果给到一个普通的病人的情况下 就是普通病人家属的情况下 他能降低多少的死亡率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需要做相关的科研相关统计 来去这个证明 好吧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这也能呢 就是说给大家就是解决很大的问题 再往下来 大家看啊 我这给了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把患者信息引去啊 这是一个雪昌规的结果 你看啊 全英文的雪昌规结果 我给到XXGPT 好 你来给我分析这个雪昌规结果 有什么问题 看XXGPT给分析一下 你看啊 他把每一项 你看白细胞的情况 血红蛋白 红细胞压肌 红细胞 我不像一像念了啊 包括底下雪小板 包括白细胞的分类 都给你一项一项 都告诉你正常范围 然后我现在 我增加我的这个要求 哎 这个病人我告诉你 他现在在发热 高热39度多 B4I BT咳嗽 这是他的雪昌规 有什么可能 哎 他告诉你了 哎 有可能是普通的感冒和流感 有可能是COIN-19 有可能过敏性鼻炎 有可能是因为他自我用药 比如他用了抗生素了 过敏 药原性的过敏 对吧 产生他用抗生素的一些副作用 对吧 这其实就是更多的 我来我来理解 就是他用药以后的不良反应 用药以后的药物性的过敏 对吧 哎 这个就 非常非常专业了 那好 那你看我 我告诉他了 哎 这个人就诊一天以前接触过H1N1的患者 但是呢 H1N1相关的化验检查均是阴性的 有痰 没有自行服药 肌肉 浑身肌肉酸痛 怎么办 哎 你看那他这 根据你的这个病史 他觉得有可能是H1N1流感 虽然他这个结果是阴性的 但并不能代表排除 因为就是他有假阴性的情况 对吧 然后呢 另外有可能呢 是病毒感染早期的时候 对吧 这是这个 他把 其实他给的这个先后顺序 这123的顺序 其实就是他认为的 最优的 最有可能的 可能性最大的 其次的 再其次 你看啊 其他的类型流感 或者呼吸道感染 你看除了H1N1 还有可能其他的呼吸道感染 比如说 啊 什么季节性流感 或者冠状病毒 比如说COVID-19 或者呼吸道荷包病毒 这是这块 站了下 他说还有可能是细菌的感染 哎 那细菌感染 咱刚才看白细胞没问题 对吧 分类也没问题 尤其中性粒细胞也没问题 哎 那他怎么说 他说 哎 雪阳归的检查 是有一定帮助 但不能单独来确诊 尤其呢 你看吸引肺炎呢 他这个 是会升高 但是呢 变化并不特意 就是 有些类型的感染 其实 呃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啊 都在正常之范围 表明没有明显 细菌感染 但是呢 并不能完全排除 这就和咱们理解的 这个 呃 平常的这个 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诊断 是 比较符合 他基本上是一个合格的 呃 呼吸 呼吸科的医生 或者说这个急诊科 内科的医生 对吧 这样下 如果怀疑有肺炎 建议呢 进行相关的检查 比如 胸片 CT 然后痰培养 血培养 对吧 这我觉得 就非常非常的专业了 后边不看了 好吧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其实啊 这个东西 现在的用处 我觉得是两块 第一块呢 是对于院外的 抢救的情况下的提示 对于这个家属的提示 帮助他迅速的准确的 给急救中心提供信息 迅速的准确的 为患者做一些个必要的抢救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你看我整个分析这个血长规的过程 如果 看这个结论的 是一个不专业的医生 他并不会看 你看啊 去年 我记得12月份的时候 当时国内刚刚放开 然后呢 很多个 可能原来根本不看这个上规道感染的科室 都在去看相关的病人 比如我们之前 我给这个大连那边某家医院 不提啊 也是大三甲医院 我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 那他们真的就是 就什么科都都在收这个上规道感染的病人 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不会看呀 怎么办啊 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 给到他 他只要是旁边有一个助理 你他插体总会吧 对吧 你过来插体 然后你过来相应的检验报告 你都拿过来 让这助手输给XGPT 再把这些个信息反馈给他 他就知道该下一步该做什么 后边咱们也可以问 如果这病人 低氧血症怎么办 甚至我后边还问了一些个 我不给大家看了 还问了什么呢 这病人低氧血症该上呼吸机了 家属不同意怎么办 你怎么去跟他沟通 XGPT回答也非常好 所以你知道 就是这块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呢 我觉得其实呢 你直接让这个临床的医生 去做这块的这事情呢 也不太现实 我觉得未来的一个方向呢 其实是可以把XGPT的功能通过API 然后去嵌入到一些个小型的APP 小型的软件里边来 甚至嵌入到这个 就是医院的信息系统里边 这个时候就非常好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是未来一个发展方向 我也近期呢 会和一些个这个 比较熟悉的做这个医疗系统的 这个朋友去沟通这个 这块的问题 因为呢 毕竟如果他做这个方面的这个 这就相当于商用了嘛 那你商用的话呢 还需要再买相应的权限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这个不可行的事情 咱们可以后续咱们再讨论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觉得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有用的这么一个事情 我呢 今天视频我一刀不解 然后除了去掩盖一些的这个 这个这个隐私信息啊 其他的 我会都放给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 好吧 谢谢大家